我就说他俩在偷偷相亲相爱的时候,他的保镖们也在相亲相爱中,那天机场围堵的时候把小黑和妍妍给冲散了,最后快进站了,乐乐一次次的回头看到小黑跟妍妍俩人还没跟上来,然后着急了,让工作人员赶紧帮忙去找,最后俩人终于紧赶慢赶的跑来了。 看乐乐这关心的招手和小黑这跑起来的小碎步,真的让人瞬间觉得可爱又亲切。 话说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小黑和乐乐一起这样笑呢,真的是又憨又可爱。 上一次小黑这里看他老板这恨铁不成钢严肃的眼神,真的要把人吓死。 这真是一副家长管早恋孩子的眼神,最后还敢踢他老板的凳子。 因为弟弟没有助理,而他们不但要管他老板的吃喝,还要管老板的冷暖。 还要时刻在边上看着,担心孩子被偷了。 他们为了孩子的安全问题真是操碎了心,但真的每次把孩子都保护得很好。 对不起啊! 好